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美国银行今天被金融保护局罚款2.5亿美元 因为其涉及双重提款 透支费用扣留信用卡福利奖金等等 其中1亿美元将向客户赔款 另外1.5亿则会分别向金融保护局和货币监管局支付 其中大部分都源于该美国银行在未经客户统一的情况下 为他们开设了账户 这是多年来针对美国银行的最高罚款之一 该银行在过去15年里一直在努力向公众推销 自己是一个专注于财务健康的银行 金融保护局的主任罗希特·乔普拉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银行的这些做法是非法的会损害客户的信任 川普团队昨晚发出呼吁要求法官推迟他的机密文件案审判日期 他认为在他仍然是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下进行审判 将得到不公正的陪审团裁决 因此他希望能将该案延后到大选结束后再另行裁决 根据地方法院法官艾琳·坎农的说法 川普机密文件案的审判日暂定于12月 他甚至不排除会提前进行 该案涉及多达30项指控 如果成立川普或会被判处长期监禁 这也将导致他直接输掉明年的大选 但如果如川普所期望的那样 审判日能够往后拖延 如果他成功当选就能够获得总统豁免权 甚至彻底洗脱所有的罪名 一股强烈的风暴今天继续在东北部肆虐 其中佛蒙特州的首府受灾最为严重 暴雨让整条街道都变成了河流 旅行禁令也被延长到了明天下午三点 根据国家气象局的说法 该市昨天的降雨量达到了5.28英寸 打破了有测量记录以来的最高点 州长斯科特在今天表示 该州已经出现了极端的48小时连续强降雨 预计未来几天雨水还是会继续降下 目前市中心的水位甚至能够达到人类的腰部左右 100多人成功获救5架直升机正在多个洪水泛滥的地区协助救援 更糟糕的是该州的大坝水库正在不断上升 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目前大坝的除水量只剩大约1英尺左右 如果溃题将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尼泊尔的国际机场发言人今天表示 当地一架失踪的直升机被确认失事 机内的6人全部死亡 案发地就在圣母峰附近 这架立属于马南航空的直升机载有5名墨西哥乘客和一名尼泊尔飞行员 该公司会为那些想要欣赏珠峰美景的游客提供游览服务 该航班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05分 从圣母峰所在的索卢红布区出发 前往首都加德满都 结果在起飞10分钟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被正式坠毁在附近的村庄 事故的原因还无法确定 但他们表示尼泊尔近期恶劣的天气 以及能见度较低的山区 都可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